店员把暖暖包放在最明显的结账柜台前 另一头则是在入口处摆上了发热衣 因为入冬以来首波寒流即将报到 而从周山晚间到周四 北风的前沿底台 全台降温外加下雨 和欢山太平山等有机会下雪 如果刚好在温度下降比较多的时候 水气还没有整个下完 是有机会下雪的 想坠雪把握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2月8号晚间到2月9号的清晨 而和欢山的几率略高于御山 第二个时间落在2月9号下午到晚间 太平山也有机会 但预报看来水气略有不足 10号的清晨大概就已经降到了一个低点 后天清晨跟大后天清晨 可能是温度最低的时候 不管追不追雪 保暖一定得做的确实 从周四开始全台降温 北部仅剩下10度 周五周六则是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周五会冷一整天 周六元宵节当天则是早晚特别冷 北部低温下坦8度 中部以北的体感温度更可能只有5度 预计寒流将一直持续到下周二 过来的冷空气几乎没有受到温暖海洋的影响 所以这个气温就会比较低 但是因为它也没有经过海洋 所以基本上它是比较干燥的 干冷寒流将持续5到6天 全台激动民众外出 保暖工作要确实 记得陈志芬山红台报道